如果你真的食物选项要少一点的话 其实你食物的餐点要选对 确实比较偏日式的话 那它的相对 它的一个分量确实会比较少 那衍生成第二点 其实这个是我们一个学员教我的 它减重还蛮成功的 后来我们都分享在我们减重班 就是夹在盘子中 什么叫夹在盘子中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妈妈 她晚上会煮一顿饭这样的 比如说有鱼 然后有肉有菜有汤这样 然后她就去买了很多那种 日式的小盘子浅盘的 然后她就把她的那个 她的桌面那个地方 她就放了大概六个盘子 然后她就把各个 比如说鱼啊 她就把它切成两块 然后把它一个盘子放一个 然后一样菜的部分 她就是把它放成两个盘子 等于是她看起来 她觉得眼睛看起来很多 她很有满足感 对 但她事实上呢 她吃的量只有一点点 所以她是用多个盘子 去做她的心理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属于 就是那种就是晚上要想要吃很多 但是又觉得怕胖人了 你可以用盘子的方式去做 那她这样不是要洗很多盘子 洗盘子也是一个运动 也是一个消耗热量的方式 搞不好是因为洗盘子 有可能喔 然后她的她这样的方式 其实后来她减重还蛮成功的 后来她们家就确实多了很多 日本的那种小盘子 你也可以不用盘子啊 你就直接放桌上插桌子啊 对啊 选一个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 如果说你的食物选项少的话 你相对 你还是要稍微替换一下 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肉的人 我一直强调说 你可以用半荤素的为主 比如说像青椒炒牛肉 你还是可以吃到牛肉啊 或者是说像豆干炒那个猪肉丝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 其实可以用一个替换的方式 然后如果说你是属于这种 就是你食物选项已经少 但是你爱吃淀粉 其实有一个方法 减重心理学上面 我们可以在饭前吃一点点的水果 对 因为水果其实它本身 果糖的一个量蛮高的 所以你可以吃大概半碗 或四分之一碗的水果 让你去抑制你的血糖上升得太快 所以你这一个正餐的部分 你其实你的淀粉就不会吃太多 所以这个方法是针对爱吃淀粉 可是如果你是那种爱吃肉的 就没有用 所以其实要注意 那如果你的 就是在减肥里面 其实这个是很标准的心理站 就是用所谓的吃饭的顺序 来做一个改变 用水 就是先喝一点水 然后再吃刚刚盛老师准备那种 大扯机的蔬菜 要选择的是体积大 热量少的东西 然后再来吃的是肉类 你可以选择半荤素的 再来就是用淀粉的部分 你会觉得你都吃到了 可是事实上你里面的内容份是改变的 所以你减重就会成功 OK 所以今天听起来减肥 有很多的心理专属 大家观众朋友呢 各局所需选自己来用的进行 谢谢四位来宾 谢谢